这个是 recent years 的 Alconic 这个是艾榮刚刚试完的 刚刚有很多机器 我在这里试什么呢? 不是,今天不是试 今天是周五Tag Talk 可能大家都会有用 因为关乎 Hi-Res Audio 究竟你可以查查你的所谓 Hi-Res Audio 内容究竟是真 Hi-Res 还是假 Hi-Res 大家好,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 VivaSign.com 今天跟大家周五Tag Talk 很简单 就是介绍软件 让大家用很久的软件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知道 但后来,发现有些人不知道 即管我又拍下 但正式去片之前,不是订阅 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产品 就由这个大家很喜欢的美女 Price.com.hk 的美女Karen 跟大家介绍一个新产品 知识,我们去一去片吧 跟大家介绍一款性价比很高的入耳式耳机 就是每边配备了7混合单元的NX-7 MK3 它不单止继承了上代NX-7 Pro 的所有优点 而机线、面板、耳塞都换了更加好的物料 至于单元部分 今次NX-7 MK3 内置了4个全身高阶动铁 碳纳米管双动圈和压电陶瓷 令到中低频的密度都提升不少 人生分析力都更加清晰 而音场定位亦都很准确 它就采用了2-pin 接口 原装配备一条高质素的16股銀线 如果想调整音色的话 亦都可以随时换其他物料的权材 跟机还送收纳盒、七对耳塞、黑色、红色面板 配合一样颜色的filter 可以分别加强高中低频 再有原本耳机的蓝色 就可以分别迎合不同人的喜好 对这款NX-7 MK3 耳机有兴趣的朋友 现在Price 网购有得卖了 3.5mm 插头耳机线 特別优惠价只需要$999 给多$100 就可以选择2.5mm 或4.4mm 的平衡插头 还可以以优惠价$899 换购 Evening Starburn in A1 的耳机煲线神器 详情去到下面连结 好了 回来 老实说 如果你的显示器是4K 我想跟大家说 这条片是4K 平时去他们的频道看 他们的片都是1080p 所以是一个非常之超高清的Karen 产品介绍后 回来谈Tag Talk 所谓Hi-Res 即是高过 16bit 44.1kHz 或者16bit 48kHz 那我们就叫做Hi-Res 其实坊间 万一有些材料可以下载到 不知什么 你会看到是2496 但其实你想知道 究竟原本的材料是否2496 是另一个方法去查询的 就是用一个软件 就叫做SPEC SPEC 这个软件很久了 有Windows 平台 有MacOS 平台 免费的软件 但这个软件 如果是MacOS 要留意 因为它仍是32bit 年代 如果你今天用新的MacOS 全部是64bit 32bit 应用不到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除非你有Parallel 安装了Hi-Sienna 如果不是的话 你用Windows 平台会好些 很简单 其实它只不过是 你拖个PCM 号码 它不支援DSD 你拖个PCM 号码 它就会 将一个Wave Form 的图片 你就会看到 你这个声音档案 究竟 它的频率去到多少 1644 或者48 理论上就是 22kHz 以上 它没有信号 因为它没有信号 实际上是没有的 不知道在哪里买回来的 2496 号码 或者24192 的号码 你拖下去 你去看正常 即22kHz 以上 它仍有声音的 它仍然有些东西可以看到 你便可以知道 究竟你这个所谓的Hi-Res 档案 究竟原本是否一个Hi-Res 档案 我们开一个很简单的 1644 的号码 因为左上角已经看到 写着 FLAC 44.1kHz 16bit 2ch 因为它是44.1kHz 你会看到最高最高最高 就是22kHz 你一看到有颜色 即是有声 黑色即是没有声 即是越暖色即是越大声 这里有一个25的 不知道是什么 暗黑欧洲市 欧洲流出的 暗黑高清版 就是这样的 OK 24192 192kHz 其实可以上到96kHz 差不多到100kHz 很高很高 但是你看看 去到22kHz 左右 都没有声音了 这里看到它可能在升频的过程里面 就有些 这些我相信是声音来的 应该 你看到基本上打了这条线 打上 全部都是七黑一片 那你就知道它本来这个Final 肯定就是 1644kHz 再升上去的 香港的MQS 你又觉得会怎样 我真是很有兴趣 知道了 我们看回保利金 我们看邓丽君 邓丽君 十五周年 这个很害怕 是吧 这些过了 完全没问题 所以这些是真实的 真实的 信得过 我们看看新的录音 例如张敬軒 因为它录音的过程 现在新的录音 基本上都已经是2496 起码是2496 所以 2496 你现在看到所有东西很平均 什么年代的音乐 很大机会是 不是真Hi-Res 80年代 是90年代开始 去到千禧年 这些年期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 很多音乐制作的母带 都是用DAT录音 规格上 很多都是用DAT 40451 或者DAT 48KHz 不过有些就升到DAT 20B 那动态就好了 我必须再次强调 就是 就算它原本真是DAT 40451 或者DAT 48KHz 的档案 经过了转换Upsambling 之后 它不同了 在某程度上 可能会好或者差了 有可能是因为它的转换软件 真的和你以插席的方式 爆大了的信号 会令到声音更好 也有可能 你自己的聆听装置 你的解码 你的Hi-Fi 它是接收一些Hi-Res的讯号 表现会更好 所以你听出来的声音会更好 有很多原因 令到你听出来的声音 究竟是怎样的 不是代表你听到的File 是真Hi-Res就会更好 或者是假Hi-Res 就一定会坏 再退后一万步 其实在我们这麽多年的聆听经验里面 不只是我 我想很多我身边玩Hi-Fi的人 都认为 只要它好声 44.1KHz 都好声 它是不好声的话 即使它768KHz 或者再高都不会好声 所以视乎 究竟录音的质素 混音工程师的功力 在整个声音处理上的器材质素 甚至去到压碟 或者分布给我们消费者拥有的过程 都会影响到声音 Sampling Rate 只是其中一个 可能会影响到你声音的因素 今天跟大家讲的 周五Tag Talk 的小小看法 希望大家玩一下软件之外 令到大家去想一想 究竟Hi-Res 不是说它不好 或者很好 它只是其中一个规格的参考指数 说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分享给我们 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了之后 记得按下频道 有新片出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最近农历7月 就不久了 不久了 我们可能再过一两个星期 做场Live 在这个新场上试一下Live 究竟正不正常 报告完毕 下星期周五Tag Talk 再见 拜拜 44.1KHz 或48KHz 其实它可以最高 可以上升到22KHz 当然 其实20KHz 说的是人耳 理论上 理论值 听到最高的高频 所以有人会说 44.1KHz 或48KHz 的信息 其实是够听有余的 为何还要听2496 为何还要听24192 当然有很多说法 那些高音 虽然我们耳朵听不到 我们的身体也能感受到 但如果你是听耳机的话 那我的身体如何感受呢? 不过不要紧 以听为实 有很多人都能感受到 2496的数据 声音密度高于1644 也有说法 就是一个高一点的Samping Rate 可以做出一个更加完美 更加接近Analog的波形 好了 都是这些题外话 好了